保罗在一章到十一章中 用极长的这样的篇幅 讨论了福音的奥秘 讨论了上帝如何在基督里 称罪人唯一的这个伟大的作为 我们看到他谈到的焦点 就是上帝的怜悯 因着他的怜悯 他预先拣选了罪人当中 拣选了他所喜悦的百姓 同时因着他的怜悯 他也拆遣了独生爱子 将士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工作 同时也因着他的怜悯 在我们的罪人的时候 他拆遣基督为我们定时驾死的同时 也在恰当的时机里面 他拆遣他的仆人来传福音给我们 呼召我们 预先所定下的人 预先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 招他们来的人又因着他的怜悯 因着基督的功劳 就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 不但如此 并不仅仅是把我们的户口 转移到天国里面上天堂 确保我们灵魂上天堂就结束 反而他还谈到了 这个恩典所要带出一个重要的果效 就是让我们行事为人 与他蒙受的恩典相称 所以从十二章开始就谈起了 这个在这样的恩典和怜悯的基础上 他的儿女们 基督徒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那上一周我们谈到了 每一个圣徒 每一个圣徒都应该将自己的生命 完全献给我们的主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释放 这也是属灵的释奉 这也是合乎 合理的释奉 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我们乃属于那个买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的祭物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问题是 这种侍奉具体怎么实现 因此我们看到二节里面 保罗紧接着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言 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面希腊文里面用了一个kai 这一般性的廉词 你说并且也好等等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廉词 那与一节相关联 又不是十分明确 它的关系 但是很明显 我们看到这是与一节有个并列 并且是分离的劝勉 但是二节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二节可能是从属于一节 到处了我们能够活出一节的 这种完全献身给上帝 作为活祭的途径 也就是说一节虽然和二节 二节和一节是并列的 但是他却谈论着不同的事 然而却有某种逻辑上的关系 二节对一节是一个补充的 进一步的说明 是进一步的劝勉 就是说我们要想活出一个完全现身的侍奉 到底怎么样具体的实现呢 实现呢 就是让我们不要效法世界 只要心意各人性而变化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用了这个 那这里面不要只要如此以来 用了一个否定 一个肯定 然后紧接着就说 以至于达到什么果效 如何才能够查验何为神 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呢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整体来告诉我们 核心焦点是 我们要晓得何为神 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 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如此大的恩典 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我们若忽视了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怎能陶醉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 圣灵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 这么大的救恩 前面谈到了基督的 这个献祭赎罪 一次到永远的等等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陶醉呢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应该将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怎么样侍奉呢 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这一个原则 是整本新旧约圣经 一个通用的原则 我们还记得 那个被上帝兴起的摩西 上帝借着摩西用石灾 把以色列百姓从法老 当时最强的 最有世界上最强势的军力 实力 权柄的地上的王 法老的权下释放出来 让他们得以自由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救赎的目的是 让他们脱离自由 脱离自由的目的 不是让他们 彷徨或者逛放纵的生活 自由的目的 乃是让他们进入到侍奉 真实的侍奉 才是以色列百姓救赎的目的 侍奉上帝 他们才能够完成 君尊的祭祀 圣洁的国族 才能够在列邦当中 成为外邦人的光 虽然这件事情 以色列人失败了 基督成就了 也就是说他们 他们侍奉 出来蒙昭的目的 就是侍奉 那如何侍奉呢 不是照着他们在 埃及当中所见 所听 所想 所学习 所习惯的 那个金牛犊 那个苍蝇 那个各种偶像 他们在埃及里 生活四百多年 相当熟悉当地的文化 对不对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习惯 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习俗 他们的宗教 很熟悉 以至于我们看到 除了埃及的 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身子 是除了埃及 但是他们的心思 他们的口味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习惯 很多的时候 还是停留在埃及里面 当摩西上山去 颁布律法 领受律法的时候 他们在山下所造的 那个金牛犊 是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他们 纯天然的天赋吗 不是的 几乎就是来自 他们在埃及所见到的 那个埃及的模样 如何结合 耶和华的信仰 然后造了一个牛犊 说这就是 领我们出埃及的 耶和华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 他们身子是离开了 随着日子推移 他们离埃及 这块地越来越远 身体是离埃及远了 但是他们 他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 却几乎没有离开过埃及 所想的都是埃及的大蒜 韭菜 肉锅 所构想的 侍奉的模式 都是埃及的模式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就在 西乃山下 与他们立约 让他们归自己 做自己的百姓 同时呢 也教导他们 怎么样侍奉神 所以严格的去指示摩西 一定要建造会墓 照着在山上的样式 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建造会墓 会墓是礼拜的场所 神的居所 或者说这个礼拜精神的 可见的形式的一种体现 会墓 象征着神 临格 临在等等 包括里面什么 以会墓为中心的 祭司的制度 献祭的制度 节期等等 包括民事法等等 以色列百姓整个生活 都是以会墓为中心的 以教会为中心的 以上帝为中心的 但这种生活的核心是 上帝的指 启示 上帝在招摩西到 新乃山上 亲自指示他如何造会墓 每个钉 每个毛 每个材料 长度尺寸 如何造 什么时候支搭支搭 的样子和秩序 拣选什么样的人 用什么的工作做 等等 明确的指示 祭司的服装怎么穿 怎么设立祭司 献祭的牲畜 怎么选 怎么去宰杀 等等 节期是什么时间 等等 这已经告诉我们 侍奉上帝的事情 不是我们随心所欲 纵然他们熟悉埃及文化 可能在埃及也看到了 诸多异教的这种礼仪和习俗 但是侍奉 本质是侍奉上帝的旨意 所以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 整个历史当中 包括统一国 这个王朝时代 他们唯一受到的最大的试炼 就是是不是终于上帝 独一的信仰 他们从来没有离弃过上帝 但是他们同时又侍奉 埃及地的神 他们从来没有离弃上帝 节期照样守 会墓也好 圣殿也好 他们都照样侍奉 但是他们同时侍奉各种偶像 他们没有离弃上帝 但是他们内心当中 充满了东方的习俗 世俗的思想 所以弟兄姊妹 透过旧约我们就看到 上帝要求的侍奉 是按着他的道去侍奉 那保罗在新约里面 谈到福音 我们这些蒙昭的人怎么办呢 将圣体献上当中活去 你们如此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的本分 你们蒙救恩 蒙救赎 并不是获得自由就茫然了 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了 上帝的计划不是一半的 上帝的计划乃是向以色列百姓 招你们出来 是让你们进入到侍奉 那但是如何侍奉呢 紧接着第二节就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完全跟旧约的教导 本质上是一样的 形式上是我们不需要献牛了 不需要上圣殿里了 不需要再用亚伦后仪的大祭祀来做了 因为那些很多形式和样式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 我们线上的今天 线上的属灵的祭祀 但是要求的精神还是一样的 圆脸是一样的 一定要照着神的话语去释奉 那在这里面说 很重要的 要想侍奉神 你必须得认识神 对不对 你想要侍奉神 你必须要明白 上帝要的是什么样的侍奉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神是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听 有腿不能走 有嘴不能说 有鼻孔没有气息 有手没有能力 施行拯救的这样的偶像 这个偶像本身就随我们的心意发明的 这个偶像也是随着我们的手艺制造的 这个偶像也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去定稳的 这个偶像也是靠着我们去放磁带打灯光 然后又放上点这个香品和贡物去服饰的 那么这个偶像绝对不会向我们提出任何启示性的旨意 所以这是侍奉偶像 大家更愿意侍奉偶像不愿意侍奉神的原因 偶像随便可以我操控它 我愿意放在东墙角就东墙角 愿意放在西墙角就放西墙角 我愿意给他摆个这个香蕉就放下心情不好 明天整个塑料的摆在那 对不对 以前小的时候看见人家是否偶像是摆上什么几猪头 然后香买贵的香蜡烛 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普通农村也好城镇也好 生活不是很富裕 买个蜡烛都是很稀贵的 买蜡烛去点它 自己不舍得得还买红蜡烛点它 然后买香 自己吃的都温饱问题 然后点 现在你发现 既那种大型潮湿在某个角落里豪华的 然后旁边点着一个灯 不需要买蜡烛了 点灯就行 然后不需要自己去敲木鱼 放个音乐 MP3就行 叮咚叮咚 放音乐 然后嗯啊嗯啊 年轻 完全人工代替了 发现这种偶像就活得很低贱 人随便的去操纵它 看着有嘴的样子 它从来不会吩咐你 你的生活要过得干净一点 你做生意要诚实一点 你这个夫妻关系要搞好一点 不能对你孩子再那么凶狠狠了 那个偶像从来不会要求他做什么 所以侍奉偶像是最舒服的 花一点钱 你花3000块钱也好 2000块钱 再没有钱500块钱也好 买一个对不对 最便宜的就是保家仙 整个布 然后写个字 什么符贴上 整个破盒子装里面 随便操纵他 但是耶和华上帝不 先来 呼召 以色列百姓的代表 摩西和长老们来 长老停在半山要 摩西进到山顶 先听 坐在那听 四十日之久 甚至下面以色列百姓都懵圈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摩西可能死在山上了 先听 听完了 领受了 他才下去行动 照着 所以除埃及记二十章往后 那个前面是先谈到了 神如何吩咐他 你要造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后面讲到 摩西如何支搭帐篷造器皿 一切所造的 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 都照着遵行了 每一个段落后面 很重要一个评价区 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做了 这就是侍奉 所有的动作 制造每个布品 制造 时间 献祭都是这样 顺从 就是侍奉 所以如果摩西不晓得上帝的指示 的话 他就不懂得如何侍奉 因为侍奉神 独一的真神和侍奉偶像是 本质上的差别是 上帝是主体 上帝要求呼召人来侍奉他 因为他配得这样的侍奉 上帝也吩咐人如何去侍奉他 因为他不允许我们随着私意侍奉 或者操纵 那这样的内容呢 希伯来书里面圣灵告诉我们 摩西侍奉的时候 严严受到神的警戒 提醒 就是一定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 在山上所吩咐你那样式就行 就告诉我们今天新约里面侍奉 也要照着神的旨意是侍奉 如何侍奉呢 应当侍奉 如何侍奉呢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新意更新而变化 这样的话你们才能够晓得什么是神所喜悦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才能侍奉神 对不对 所以基督教里面很重要的是听 以色列亚你们要听 对 旧约以色列百姓说的 新约里面我们也在读嘛 以色列亚你们要听 耶稣基督也教导们 有了我的话 去遵守的人 这人是爱我的 有了你主的话 去遵守 没有神的话 怎么去遵守 对不对 所以听神的话 学习神的话 成为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信 是先取决一听 不听他什么信 不听的人 信的人几乎都是盲信 迷信 拜偶像 随着自己的私欲去 想象上帝去信 照着自己的 这个过去的经验 和感受 或者想法去信 所以基督教一定要挺 一定要领受神的旨意 查验和为神 善良 纯全可学的旨要 不认识神的人 不认识神的旨意的人 他是没有办法 真正意义上的侍奉神 在教会里面 在其他的领域里面 我们可能是 以耶稣基督的名去 为他做一些事情 凭着我们的热心 就像我们侍奉偶像的热心一样 凭着我们热心去侍奉 问题是这个侍奉神 悦不悦纳 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你必须有信心 那个信心怎么回事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亚伯拉罕也不是 哪一天突然起来 床大大的兴奋 然后突然奇思妙想 哎呀 我要去个远方 去迦南那个地方 经过塔拉 要去这个迦南地方 我要去来一个 说走就走的旅行 带着他老爹 带着他大侄 然后就去了 是这样吗 历史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 上帝是一粒娃 上帝呼召他 上帝呼召他 他已经适应的 熟悉的那样的本乡 他的那个小时候玩伴 一起的好朋友 他熟悉的环境 语言文化 饮食等等 抛下他的家产 然后打铺盖 就去一个未知之地 这个是先听到了 神的护照 然后去说 所以他的顺从 他的信 才被神称为义 所以弟兄姊妹 明白神的旨意 是何等的重要 那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 这里面提到 不要 旨要 这样的之后 我们才能够 明白神的旨意 然后才能谈到事奉 按着神的旨意 那什么叫不要 什么旨要呢 这里面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才能让我们 做到所谓的 真正的圣洁的 可蒙喜悦的 这种旨物贤物给主 那这里面提到了 这个世界 Tor Ion Tuto 那这里面 直译的话 就是这个世界 那Tor是定观词 Ion 是世界也好 翻译好多 这个Tuto 就是这个指示 代名词 这个 这个世界 This age 这里面的Ion 如果按照空间的意思 来翻译的话 就是这个世界 我们一般所谓的world 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我们说 神爱世人 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也搞不清 这个是世人 还是这个 这个被造物 等等 希腊语 有的时候查的时候 不仅是要看单词 还要跟这个文脉有关系 但是我们看 在保罗的著作中 他这个词 比较典型的意义 是带有时间上的语意的 也就是说 比起这个世界 物质和空间的 更强调的是 时间性的 这个世代 This age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中 世界历史当中 那个被罪 被撒旦 被撒旦所挟制 被罪所玷污的 那个具有这样特色的 一个时期 最明显的 我们所熟悉的 保罗所说的 在这个弯曲 被逆的时代 这个被罪挟制 以至于死亡的 这种领域 是所有包括在 亚当里堕落的 所有的自然人 所处的这种 所属的这种状态 但是我们看到 基督舍了自己 为我们的舍自己 要救我们 脱离这个 罪恶的时代 加勒太书一章四节 基督来的目的 也是要救我们脱离 基督来不是要救我们 脱离这个世界 大祭司的祷告 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 基督中保祷告的时候说 不求你救他们 离开这个世界 反倒是 救他们脱离那恶者 空间上还在这个世界 还在留在这个世界 就像羊 进入狼群一样 还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离开 没有与恶和恶者 这个在空间上 隔离开来 而仍然在这个世界 反而是 叫我们实际上 脱离任何恶的 下制 那基督来就是要 做我们脱离这个 最恶的世代 不是脱离这个 最恶的世界 当然最终 救恩成就的时候 世界被更新的时候 这个旧的世界 完全被更新 那个时候 在空间上 彻底的是脱离了 包括我们肉体当中的 歪性 包括撒旦也被丢到 永恒的硫磺火壶里 我们彻底的 与我们自己里面和外面 以及这个堕落的 某种受玷污的世界 完全空间上也 更新了 但是现在呢 是就我们脱离这个 弯曲悖逆的 罪恶的世代 强调这种 比起空间 更强调时间上的 那所有属基督的人 已经从罪 这个罪和死亡的 旧的世代当中 进入到这个 义和生命的 新的领域当中 已经把我们 从罪和死亡的国度里 迁到爱子的国度里 义的国度 生命的国度 在身份和地位上 实际上我们已经改变了 基督已经 这种决定性的 和最终性的 已经就我们脱离了 那个时代 什么叫决定性的 一次且成就到永远 关键性的 致命性的 一次性的 彻底的 已经就我们脱离了 已经不再属律法了 已经死亡在我们身上 没有权势了 已经脱离了 这种旧的领域 旧的权势 已经进入到 爱子的国度里了 这是决定性的 也是终极性的 彻底的 完全的 却是 未将我们 与旧的领域的影响 隔绝 已经脱离了 不属于它了 但是 没有脱离它的影响 为什么 空间上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 所以周边我们 看得见的 那些恶的现象 撒旦也在 到处周游 他的使者们 周游四处在 做工嘛 吼叫的狮子也好 各种邪灵 在做工嘛 在迷惑 那些不信的 也迷惑信的人 这是外在的 有罪恶在 有撒旦在 有邪灵在 我们内在呢 我们还活在 肉体当中 肉体容易误解 活在身体当中 为什么 我们身体里面 那种残留的腐败性 或者是旧本性 还在 这也就是基督徒 一方面我们看到 我们自由了 光明了 另一方面 又深深地体会到 我们里面 好像跟圣经的应许 有截然不同的 这种冲突的 矛盾的这种张力 前面歌颂着 这个罗马书五章到六章 里面谈到称印 与神和好 荣耀 六章 是我们与基督 同死同复活 得自由了 第七章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个去死的身体 就是这样的张力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在决定下 终极上 在基督立经 不再属于那个死的 罪的权势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现在还处在 还处在这种影响力下 虽然我们不是他的奴隶了 我们里面的败坏性 不一定不是我们的王 我们可以顺从 也可以拒绝 罪恶也不再是我们的主了 可以挟制我们 我们顺从他 也可以不顺从他 可以不犯罪的这种状态了 我们也不属这个世界了 所以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奴隶 已经得自由了 但是还共存 所以就有受他影响的这种可能性 因此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这种转移 虽然是决定性的 最终性的 但是因为我们仍然 在这种旧的领域的影响下 没有完全隔绝 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 仍然活在身体当中的人 那这个劝勉 就是基于罗马书五章到八章 刚才我也谈到了五章 称义的果效等等 然后六章 讲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与基督联合 我们向罪是死 向义活 所以我们应该将身体 将自己的身体像器皿一样 曾经做罪的器皿 现在应该将作为义的器皿 献给神 然后七章里面也谈到了 那个内在的挣扎 八章里就谈到 我们在基督里 在圣灵里得自由 虽然是有这样的现实 但是只要体贴圣灵 顺从圣灵的话 靠着圣灵就可以致死 那个我们罪恶的救人 顺从圣灵就不顺从情欲了 所以让圣灵在我们里掌权 顺从圣灵就可以得自由 所以基于这样的背景来谈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新一个人一些变化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种呼吁我们抵挡 这种影响我们的 这种世界的模式 这个世界所谓的典型的模式 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模式 这个世界它有它的套路 就像我们刚才所勾勒的那画面 神的百姓从埃及这种世界里面 这种环境里所见所闻 他们所听到的所看见的 埃及的那个系统 那个礼拜模式 那个生活模式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思想 当他们出了埃及 虽然空间上离开埃及 但是他们仍然要不断地克服 用神的话语武装 他们更新他们 在埃及受到的那种 在思想上 意识形态上 或者生活习惯上 受到的影响 只有他们不断地拒绝 这个埃及的 属埃及的 虽然不是所有属埃及的都不好 毕竟建造会墓的时候 那些中性的金银财宝物质 什么海口皮 什么各种线 丝 这种物质性的东西 分别为圣 给建造会墓的 还有技术性的东西 但是有些道德性的 伦理上的 宗教上的 礼仪上的 他们要拒绝 包括世界观 价值观 埃及人有他们一套的东西 但是神所造的物质 和神所赐的这种才能 却分别为圣 可以为侍奉神所用 但是上帝却不用他们 以埃及人的这种宗教观念 所建立的牛犊来侍奉神 所以大家要区别这个概念 那今天呢 我们作为 已经决定性最中性的 脱离罪和死亡权 是的神的儿女 在空间上 仍然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里面 仍然残留着这种败坏性 加上我们在信主之前 除非大家可能是 从小是上主日学 从小就背圣经 熟悉圣经 圣经的那种意识 那种观念 那种价值 那种神的旨意 已经渗透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我们的心思 都是已经跟世界 那个是不是一套的 但是大部分人是 基本上是因着 活在世界当中 呼吸着空气 喝着这个水 和大家一起生活 看听 特别是大家从小 看新闻联播长大的 天津 在中国这种环境 大家长大的 大家都这么想 大家都这么认为 这种集体性的思考模式 就成为我们 默认的一种权威 一种正典 一种正宗 一种传统 我们觉得大家都这么想 我这么想 力所当然的 这就成为我们要 去需要 在神真理的光中 不断地去更新 和查验 要去圣化的部分 为什么要心意更新呢 这里面我们看到 首先是不要效法 消极的 虽然这个是 实态上 希腊语里面有好多 动词 从实态上和语态上 就区分 不像中文 有点模糊 区分实态的时候 这个动作是已经完成了 已经结束了 还是持续地在做 英文什么 什么过去式 和现在进行式 和一般现在式 它是持续性的常态 还是这个动作正在做 或者说完成了 但是这个动作呢 对现在的果效 仍然兑现 希腊语是很清楚的 不仅如此 还有这个动作的这个状态 这个动作的主体 是主动性的 还是被动性的 还是自愿的 很清楚啊 从实态上 这个区分等等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现在式 不可效法 是现在实态 然后关于它的语态呢 是有个被动和观神 被动就是 如果按照被动的时候 不要被同化 这方面理解一下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思想同化 不要被世俗的同化 这符合圣经的教导 新旧约 然后还有个观神的语态呢 就是自己不要效法 这也合乎对不对 你主动的 你自愿的 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无论怎么样 是被动的 还是还是观神的 总义呢 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拒绝的 要克服的 要抛弃的 这是消极的 积极的呢 不只是要拒绝 你管拒绝不行 你倒空自己 倒空自己 那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除了拒绝错误的 还要积极的接受正确的 所以一方面要抵挡 拒绝错误的 还要积极的接受正确的 所以后面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难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个翻译很复杂 我就不啰嗦 那么多繁琐的什么语法 这里面不只是强调 外在的形式 我们模仿一种生活的模式 一种外在的行为 像外邦人所做的那样的 外在的 也包括内在的 这里面说心意 这里面就说到 我们里面实际的理性 道德的意识 我们里面的思考 不断地更新改变 我们的心意 是以至于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 基督教的这个教育也好 基督教的这种道德 伦理也好 都是从内在开始的 我们人不像这个大猩猩一样 大猩猩有本能 但是一般的学者认为 他没有理性 虽然他可能看着一些 好像思考 小学语文是乌鸦雕石头 这个等等 对不对 甚至有的人说 这个笨乌鸦 用现在的说 插个吸管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雕石头 我们觉得那种雕石头 好像乌鸦也有思考 也有逻辑 也有智慧 那跟我们想法差不多 很多动物实验的星星 如何去为了吃到 掉在天棚上的香蕉 他搬箱子 利用各种树枝垢等等 好像他也跟我们差不多 甚至他也有愤怒 自私 嫉妒什么等等 跟我们人很相似 但是一般的学者 从希腊思想 包括基督教讲的是 动物和人之间差别 人有理性的灵魂 人有思考 特别是人对神有意识 然后动物是本能性的 看着好像有智慧 有思考 甚至现在养宠物 好像跟我有交感 交流 情感上的 这个小猫 小狗 很懂我 有的时候看我心情不好 他就静悄悄的 不敢吵了 平时的时候又不容易跳 然后看脸色不太好 就捏不敲的 好像很懂我 但是一般的学者觉得 动物不具有人格性 虽然因为神所造的 各种物与物 包括一些植物性的生命和石头 当然是没有生命 跟我们之间不存在某种 还有一些植物或者是动物 动物可能更接近人的一种生命形态 所以跟人之间好像有一种互动 然后还有其他的天使等等 但是一定要知道动物不具有理性 是本能性的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有一些心性呢 他可以模仿人 穿小衣服 你给他穿小衣服 这个骑自行车 像人一样坐 甚至拿一些工具等等 但是只不过是模仿而已 肌肉记忆等等之类的 简单的 当然更深层的 我们就在这里不讲了 但是他的本能 本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本质上和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基督教的这种伦理 强调是由内到外的变化 不只是行为上的魔法而已 哎呀 我不犯奸言 所以我行为上不做 行为上不做当然重要 在做恶的事情上 行为上约束 不去冒犯 不去阅限 做不合法 做非法的事情 或不道德的事情 行为上极致很重要 但是不能因此就称他为善 为什么 还有里面内在的 耶稣说我们贪心也好 一念也好 心里面贪恋的贪婪的 贪婪比贪心更严重 贪婪就更 已经被那种欲望 所完全控制的 贪婪就是跟拜偶像相似 你虽然没有去拜那个佛 拜那个释迦摩尼 拜这个什么石头木头 但是里面有贪婪 被某种欲望控制的话 那就相当于拜偶像 因为你已经把那个东西神化了 对不对 它已经占据你生命最高地位 另一方面还是一念 一念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们现在我们不是鼓励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女孩喜欢看帅的 帅哥男孩喜欢看美女等等 但是耶稣说我们眼睛看 虽然行动上没有动 但是心里面如果产生一念的时候 其实就相当于做了这个事情 所以基督教的伦理 不只是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 像一个星星模仿像人一样活着 而是内在的 里面干净了 里面心思意念被更新了 或者是管理住了 其实他的行为也就是 由里到外的就可以产生相应的行为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因此保罗教导我们 不只是那种肤浅的表面的善行 而是从基督教的伦理里面 一个人侍奉的本质里面 是从内心当中开始的 从心发出的 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 这个心不只是 指我们生物性的 这个医学上的心脏 这个心是包含着人的情感和意志 人的倾向性 人的思想的这样的灵魂核心的功能 所以人心里面所想的 口里就说出来 人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人心里信他就祷告嘛 人心里如果不明白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实践出来嘛 心里面没有的 他怎么能做出来呢 心里你没有你的男朋友 没有你的女朋友 你怎么能够表现出来 对他的爱的行动表现呢 对不对 心里有了 虽然有些伪善者 可能行为上 可能按技术上可以做一些 但是他没有内心跟着 但是我们说真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自然的嘛 因为有了 所以他在行动上表露出来 对不对 所以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基督教教教导我们的也是 让我们从内心上改变 从里到外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说让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的心思要改变 不要追随 效法这个世界的模式 世界典型的行为 行为是外在 里面思考的模式 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 这种等等 要里面更新而变化 那这里面 我们在圣灵里面既成为新人 就应该有新的样式 这是罗马书七章六节里说的 对于一切事情的思考方式 心思要重新规划 虽然它不是一朝一夕的日子 但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之久 都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思想 那问题来了 如何更新 为什么要更新 哥罗西书里面三章五节到十节里面说 你们前面说到了我们 既然这个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 已经在天上了 所以你们要致死在地上 这个地上的肢体 不是这个地上的身体 是地上属地上的那个肉体的欲望等等 比如说就淫乱啊 污秽啊 邪情啊 恶欲啊 贪婪啊 贪婪与败偶像样 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 毕临到那悖逆之子 你们当在这 当年你们在这些事情活着的时候 也曾经这样行过 你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 也这么生活了 但如今 既然你们因信基督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已经在天上 属灵的与基督的联合 我们的生命已经在天上了 所以应当要弃绝这一切事情 和我们的身份不一致了 我们不应该那样生活了 所以应该抛弃那些 以及愤怒脑恨恶毒 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逼此说谎 因为什么呢 前面讲了这么多道德的行为和生活 根本原因什么呢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心 在法理上 在身份地位上 在这个决定性的 终极性的身份上 其实已经不属于那个 那个旧的肢体 已经与基督同埋葬了 如今已经活了 成为新的人了 所以这个身体呢 不要再侍奉从前 做罪的奴隶的 像献给罪 做罪的器皿了 现在已经既然 与基督同活了 那就应该像新神的样式 将自己的身体 生命献给义 做义的器皿啊 所以这是我们实际上获得的 在基督里获得的 实际的身份 新的身份和地位和光景 所以在这里面说 你们已经脱去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 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这个新人怎么能够形成呢 新人是怎么变化的呢 是要在知识上不断的 而且是循序渐进的 持续的更新 然后渐渐的 像造我们的主 我们原初被造就按了他的形象 堕落之后形象被扭曲 几乎被磨灭 但是基督来了 接着他的真理和重生的洗 圣灵的更新 让我们重新活过来 恢复 开始恢复 逐渐的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 而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就是 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这个知识当然不是说算术或什么自然科学 是指神的话 真理的知识 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然后就像造我们主的形象 同样的保罗 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在主里确实说 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 行事 你强调存虚妄的心 他们心力昏昧 与神的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的无知 心力刚硬 良心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心给了 心坏了 他们就放纵各种行为 行为就坏了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转折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是成为心造人 属基督人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基督的道 领了他的教训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的行为 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 这个曾经救人如何堕落的呢 保罗解释 这个救人堕落是因为私欲的迷惑 渐渐的变坏 注意啊 一个抛物线 堕落开始随着私欲 越来放纵 渐渐的堕落 越来越恶 越来越深重 当我们经历基督 与基督重生 成为心造的人 然后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 过去的人是知识上 私欲上 诱惑 知识上 因为错误的知识 渐渐败坏 欲望 渐渐败坏 现在新人呢 居然成为新造人 要在认识 吃真理的知识上 不断地认识 渐渐更新 然后接近 神造我们时的形象 这就是救恩 救恩不可只是 把我们放到天堂上 救恩是要把我们 这个堕落的 败坏的扭曲的神的形象 重新恢复 这是从存在论上讲 要从目的论上 要恢复我们 向着神的荣耀 这个正确的秩序去生活 这就我们看到了 出埃及的 一样的一个模式 在埃及生活四百多年 被染了某种程度 带到旷野 经过红海的洗礼 带到旷野 西南山下 跟他们立约 然后教导他们 一年之久教导他们 让他们更新新意 不是照着埃及的模式 而是照着神的启示 山上指示的样式 去侍奉上帝 这就是旧约教会 一个救赎事件的 一个模型 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一样 保罗谈我们的救恩的时候 常常谈到 跟出埃及记这样的联系起来 基督也是 谈到我们的救赎 常常是谈到新出埃及 所以出埃及事件 不只是以色列历史当中 一个重要的民族解放 独立和救赎性事件 出埃及 出埃及同样对新约教会 也是一个胜礼式的 一个事件 透过出埃及记 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基督里 是如何获 自由得释放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 获得新生命了 那我们就要不断地 去学习神的话 我们的心思 在神的话语里面 更新变化 心意更新变化的目的 是使我们具备资格 去思考关于神真理 和他所创造的世界的 这样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 像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 他们的心思昏昧 他们的思想不止混乱 而且他们里面 被各样的私欲充满 他们是没有办法 侍奉神 明明知道去故意 明明知道去压制 他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旨意 上帝皆透过普通启示 已经显明了 他的永能和神性 但是这些人 没有办法侍奉神 为什么 不自由 已经被各种错误的思想 欲望诠释 撒旦死亡的诠释 捆绑着 他没有办法 在属灵上是绝缘体 不只是绝缘 而且是具有强烈的抗祖物 克服神的 拒绝神的恩典 是吧 不只是不同 而且还是强烈的 这种抵抗的这种状态 但是基督 借着圣灵和道重生我们 就开始渐渐地恢复我们 以至于我们的心思 成为一个 渐渐更合乎使用的 一个器皿 我们的心 我们的目光 开始渐渐与基督达成一致 想基督所想的 看基督所看的 这个心灵就开始训练成为一个 可以与基督联合 体恤基督心长的 懂基督心意的 这样的一个心智 这样的心智 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才能侍奉成顺服神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关键 我们不是随着来教堂 来教会 洗礼之后 就自然会变成一个顺服神的人 需要实际的借着真理 去更新我们的心意 我们这个人 要想这个机器 庞大的 人机结合的人工智能 这个机器 想运动起来 好好的发作 接受主的指令的话 我们里面的系统 程序要正常 指令要正常 发生正常的 这个运算和反应的时候 才能够回应主人 里面中毒了 里面或者短路了 系统上有bug的话 即便再清晰的指令 也是混乱 没有办法正确执行 所以在这里面 心意更新很重要 除了拒绝一些错误的思考 模式之外 价值观以外 道德伦理以外 还要更新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圣经 学习基督教要义 学习什么诗篇 用各种圣经文本 来学习明白神的指引 来更新我们的思想 一开始我们的心是 与神的指引是不符的 但是因着爱神 神已经将 他的爱栽种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有一种 爱的那种倾向和本能 心的本能和倾向 我们愿意明白他的话 然后学学学 渐渐地这个心思 随着对神的指引的一致 认同神的指引 爱神的指引 赞同神的指引 渐渐地我们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可以顺命的器皿 可以顺服他的器皿 成为一个良的导体 所以这种更新的心意 才能够肯定认同 赞同神的指引 这种被更新的心意 才能够与神的指引 一致或者是同行 顺从神的指引 所以当我们重生 那一刻开始 渐渐地神的道 就在我们里面 产生这种更新的作用 克服我们旧的本性的同时 也更新我们一些认知 那这里面 神的指引就是指 神的道德准则 旧约是以律法的形式 实戒为核心 新约里面 透过基督亲自的教导 和基督所拣选的使徒 所诠释 所阐述的那个旨意 过去基督的灵 在众先知当中讲话 新约里面 基督也曾经直接讲过话 后来也是借着 他所打发的使徒们 那个另一位宝会士 基督复活的灵 在使徒们心里面 使他们想起 基督曾经讲的话 并且让他们进入真理 明白真理 实践真理 所以你发现基督的旨意 是透过今天新旧约圣经 来教导我们 我们一生要学习同一本书 你说什么专业 有这么执着 刘晨 硕士已经入学了 大学的那个一年 一学年的时候 那个概论的书还会看吗 基本上不会 对不对 有些东西刚 一些概论都熟悉了 对不对 不同的阶段就有些书 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看了 基督徒却拿着一本书 一辈子要看 老一辈人说 圣经如同千层饼 虽然不恰当 但是它反映出了某些东西 你当信主的时候 看哇 神的旨意 很有感动 实践 神的话 同一个话 你过了二十年之后 你的体会可能更神 不是说一句话 有不同的意思 但是在同一句话 却对我们体会了 不同层次的意义 所以不断地研究福音 一辈子你说牧师 除了讲福音 还能讲什么 虽然我们偶尔也处理一些 现代的一些话题 什么人工智能 什么同性恋 那也不能天天讲 人工智能和同性恋 讲这个东西 你也不能帮助你 灵性成长 都讲福音 不同角度 深入地去诠释 耶稣是谁 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耶稣的救恩 带来的果效 什么 我们如何在 祂的旨意等等 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够 渐渐地去学习神的旨意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查验 才能够明白 注意 注意在我们更新的新意之后 我们的心思更新多少 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多少 我们的心思如果仍未被更新 即便我信主二十年 我可能仍然是个抵挡神旨意的人 我们可以凭经验看 有个人信主很多年 但是你要真正按照真理去讲道给他 他拒绝 看着平时挺虔诚 挺顺服的 为什么 他的心思没有被更新 心思被更新了的话 他才能够晓得 何为神的旨意 这里面描述了神旨意的几个性质和特征 神的旨意是善良的 上帝的旨意永远是良善的 上帝的旨意绝对不是邪恶的 有些是令我们感到苦苦的 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的试炼临到我 家里遭遇极大的灾难 有很多人上去亲人 然后自己陷入到极大的疾病当中 甚至公司运营完全破产 甚至儿女遭遇到一些特别人无法承受的事情 神的旨意是良善的 约伯纪大家可以看 神的旨意和撒旦的意思 在同一个人身上作用的时候 目的不同 一个是为了毁灭 一个是为了建立炼镜 那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 保罗说照着他所喜悦的 一切都是照着他所喜悦的 神的旨意是随着自己的心意 自由喜悦的 凡是神的旨意都是神所喜悦的 都是良善的 而且是纯全的 换句话说是完美的 神是极致智慧的神 他没有任何不完全 他的能力 他的智慧 他的良善 他的品格都是完美的 上帝不至于智商不够 没算计好 计划错了 结果搞得我们人生痛苦 上帝说 没算计好 结果你受了这么些苦 抱歉 上帝没有算不到的 上帝的旨意是完美 是良善的 是他所喜悦的 当然 甚至允许恶人逼迫我们 毁霸我们 甚至屠杀我们 为什么 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俗话说 道高一尺 魔光一丈 虽然不太恰当 邪恶的 抵挡神的恶人 和撒旦 他们有他们的计划 想要灭掉教会 但是上帝呢 却利用教会 如同羔羊一样 像吃奶的孩子一样 要在他的口中 建立自己的荣耀 不仅让他得荣耀 同时教会本身 经历这样的试炼之后 他们也得到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看到 保罗告诉我们 如何真正活出实际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这样侍奉的途径 除非我们拒绝一些 不合神心意的 世俗的观念 价值模式 然后积极地 接受神话语的 更新和变化 这样的话 我们被更新的心意 我们才能够明白 神的旨意 就是那个圣洁的 他所喜悦的 那个完美的旨意 我们明白了 我们才能够 顺服他的旨意 不是吗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路还很远 任重道远 虽然我们不晓得 我们的寿命为多长 但是今天活着的 每一个时间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事 每一个时机 每一个人生的历程和阶段 都是上帝 让我们认识他 明白他旨意 学习 侍奉他的机会 将来天堂里面 所有的人都侍奉他 没有一个人不侍奉他 为什么 被更新的人的灵魂 被更新的人的身体 没有丝毫抵挡神的 那个元素在他里面 都在他的荣耀面前 服服敬拜 圣哉圣哉圣哉 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没有人肯夺取上帝的荣耀 正是在这个地上 还有诱惑 还有选择的机会 这个时候真实侍奉 和虚假侍奉就分泌出来了 没有选择 不得不都自动地去走神的道 但是问题还有选择 可以顺从肉体 可以顺从撒旦 可以去侍奉世界 但是你却愿意 被他的爱心 愿意顺从神 抛弃一些权利 和追求和享受 或者是喜好 这种侍奉 圣经 启示录里面说到忠心 你既在小事情上忠心 你既在遵守我忍耐的道上忠心 我就如何如何 上帝激励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处在这个 试炼 试验 确认我们真伪信仰的 这个历史阶段 大家都开卷了 每个人都拿着这个 正确答案的卡 这些图就好了 都是A 都是A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大家都是A加的成绩 都是满份 没啥意义了 但是问题是现在 有限的资源里面 那就拼大家的实际的情况了 所以在这个 今世 是一个试炼的时期 是一个考验的时期 是一个验证的时期 也是一个成长的时期 验证我们对神的爱 验证我们信心的真伪 所以在这个时期当中 我们如何在这种挣扎当中 张力当中去 不效法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和为神 善良 纯全可学的职业 去按照他的心意去侍奉他 这是我们需要面对 持续不断的一个功课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既然蒙了神的怜悯 愿他的爱更多地去激励 吸引我们 使我们能够更看重他 更看淡 那些勾引我们 偏离神道的那些 错误的观念和诱惑 求主的恩典 更多地吸引我们 使我们被他抓住 以至于在认识神 和侍奉神的事情上 不断地更新和成熟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为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爱慕神 渴望明白神的旨意 不效法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的 所有的弟兄姊妹 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阿们